2月22日下午 国民弟弟吴磊 微博变身段子首诗人 搞怪吟诗 春眠不觉晓 春困有点早 提个神满血开工 并晒出美照 照片中 吴磊避免玩咖啡的样子 一秒击中网友萌脸 大呼三十弟弟 萌萌哒 睫毛长到可以跳舞啦 其实搞笑作诗 是三十一贯的风格 以前还出过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穿上高领 抗寒流等家居 此次网友也是不甘示弱 评论里炸开了锅 各种狮子轮番上阵 春风时里不如你 偷得福生半日前 甚至还有英语翻译版 紧直成为评论界的一股清流 听到了合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